这一关是地图最绕的一关了 所以在这一集我就直接讲正确的路线 而且即使你要在这关里进行迷路探索的话 你也得先要找到正确的路 拿到一把钥匙才能开启很多其他的东西 也是很恶心 这关会有非常多的精华妖鬼 于是你就可以用到我之前有说过的那种战术 就是说给对应属性的精华妖鬼充能 导致它自爆 你用这个已经捡到的这个产土产水护服也好 或者用招蜂招雷这些阴阳术的护服也好 这样的话会对他们这个击杀起来效果非常好 但是至于这种呢 就是它不带属性 就是伤害比较高 你就用这个打混沌的方式就好 但是可以感受到它这个血量还是很厚的 而且这关地图呢 一个是绕 再一个呢就有很多地方有空间又狭小 所以就是说可能周旋起来又不是很方便 尤其是对于这种血量比较厚的敌人 你要周旋时间比较久 被卡墙上了 没闪掉 还把旁边一个轮入道给引到了 吓我一跳 我以为就在旁边呢 要是真的轮入道在旁边那就惨了 轮入道过来了 轮入道过来了 但是这个轮入道这里有一个陷阱 让这个轮入道给踩到了 然后把它给射翻了 这个可笑 又踩到了 不管它 把这个吕刺狼也引过来了 好 它过来了 我们这关配的是火属性和雷属性 小心这里一看这里就会有一个机关 如果你不去踩这个机关的话 已经扰了旁边的吕刺狼 那个吕刺狼还会把这个机关踩起来 你还是会被机关射中 总之就是要小心一点 是套路 先打一套雷属性 再给它打一套火属性 出混沌了 接一个十字斩 上段残星居合 上弹残星十字斩 上段残星拔刀 会有额外的攻击力加成 这里的话 先把这个罐子破坏掉 我们看到这个 其实周围 如果是一周目的时候 读取尸体的话 会有一些这个讲解 就是说这里是这个凯瑞 在和这个十天三成 还有他的这个联手 在进行这个 把人变成妖怪的这种研究 十天军能招出那么多妖鬼来给他作战也是这么个原因 学好后来上个火属性 就像我先生说的你可以用对应属性的武器这样打给他充能让他自爆也可以 这里的话看过了这个房间以后 注意接下来的路 从这边走往右拐 然后有这边看前面有一个一个庙 但是我们开不了 但是从旁边这个楼梯下来 到另外一层看起来很相似的地方 同样也是有这么一个罐子 然后这个时候呢会有这个一个 一个吕刺狼和一个 精华妖鬼 直接开大打 1v2 不需要跟他们周旋 因为旁边还有一个吕刺狼是在那投掷着这个火焰瓶 非常烦人 总之就是一 类似1v3的情况 火属性把他打自爆了 充能 充能迫载了 这边有个吕刺狼丢炸弹 不需要管他 然后这里呢 再把门开开以后 还是左拐 左拐 前面有一个雷属性的精华妖鬼 我们也可以把它快速杀掉 就是打自爆 好充能完毕 接下来的路呢 就是从这边过来以后是往右拐 看这边就是这个钉子路口 往右拐 这里有个楼器可以上来这个地方 在这里 二周末这里会多一个这个 融入道 小心一点 继续往下走 到这里的话路还会有岔路 要注意一下 助理右边先是有个骷髅 不要往左走 先把这个骷髅干掉 取好后 一般呢旁边顺路这边还会过来一个水属性的精华妖鬼啊 这个尽快把这个骷髅解决掉 他这个蓄力重杂要小心 他蓄力的时候是一个方向 但他起跳之后又会重新捕正方向 瞄着你打 好 沿着这边走上来以后 这边走上来以后 这里有一个四叉路口 但是要注意我们要走的方向是有一个尸体的这个方向 这个是正确的道路 其他地方你自己去探一探就好 正确的道路是这个地方 然后正确走过来的话就会遇到这里还会有一个轮入道 就表示你走对了 反复横跳能灭火 沿这条路继续往前走 小心前面会有陷阱 然后还有一个吕次郎在右边这里 先把它干掉 免得他等会儿这个偷袭我 注意这里地上有个陷阱 这里这个牢房的门呢都是开不了的 需要钥匙啊 在上层的那些有些牢房的门一样啊 看着里面有东西有怪你就是打不着 这个游戏有个特别恶意的就是这个火炮手啊 它的射击频率比弓箭手和这个火枪手上弹速度还快 它明明用的是炮弹 特别不科学 所以火炮手反而会更麻烦一些 而且它每次上弹的时候头就会侧过去就会闪开 这个妖灰 无远俱森 把这个干掉以后就可以拿到我前面说的就是开牢房的钥匙 你就可以回头去探索了 打出了混沌 混沌就好好打多了 伤害也会高 就是这个看守者的钥匙串 所有这些牢房的钥匙都可以打开了 你看使用了这个钥匙 然后你来就可以到处搜刮捡东西 好东西多不多呢 这个东西多但是好东西不多 你可以探索找小木铃主要是 这关也是木铃找起来还可以 有这个通关之后有木铃雷达了以后还好 注意这里这个地方怎么说呢 变成吸人去帮人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房主都会死在这 因为他没来过这 然后你没法给他表达前面有危险 而且这个地方是绝杀的 如果你不知道躲的话 就基本上是绝杀的 这里连这个楼梯继续上去还有东西 但是呢不是正路 我们走到这边来 后面呢会是这个要想到达终点的会有很多连战 强制战斗算是强制战斗 我们要各个击破 首先先把这些罐子打掉 雷属性的精华妖鬼 正好我们用雷属性的双刀 看他身上这个水晶的这个光线越来越强 光线越来越强 他的伤害也越来越高 但是呢这个充能之后他也会自爆 这边还有这个蜘蛛 前面说过了这个蜘蛛打法 背后打中弱点了之后就可以给他一个刺击 真刺击 没打中 但是要注意刺完了之后呢 如果再攻击的话 他还会他会这个顺时转身 打一下 试一下 小中大的这个蜘蛛都可以这么打 我们先不着急往前走 我们先回到这个 他这个是一个围绕中心有个区域 有三个这个罐子这个地方 先把这些罐子打掉 先打掉两个 第三个的话 去打第二个的时候 肯定这个 这个独眼巨僧就出来了 然后在他这个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 干掉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 直接开大打掉 不然的话 这个罐子会不停的出这个骷髅头 这个这个这个鬼火 非常烦人 所以趁着这个大招的时间 把这鬼火干掉 然后剩下最后就只剩这个独眼巨僧了 就好打多了 还可以趁着这个大招的时候 给他上两套属性 打出个混沌 这样的话 这边区域就解决了 这里有个进入一个庙 这是一个塔顶 这个研究大厅 周围要转一圈 哇 好多精华 生吧 我们通关的时候 正好让他满级 二周目当一周目打 要走一遍刚才的那个路 那些有些门啊 他是要从另外一侧打开 逆时针转一圈 把这些路都轻点 基本上就还是用 以前教过的技巧 战斗技巧都已经 就只有第二 就是第二级说的那些东西 没有什么额外的 注意离远点 这一爆炸 这一爆炸 好像是对敌方 也是没有伤害的 敌方不能给敌方 上个雷属性什么 小猪先打掉 然后这有蜘蛛巢 表示前面的那个烟雾里面 应该是个大蜘蛛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是双刀一直保持的攻击 就可以用奥义叠那个buff 叠那个增加防御力的buff 越叠越多越叠越多 虽然它没有显示层数 但是确实是越叠越多的 你看它刚才挠我冲刺那一下 伤了一点点血 再加上这个本多中圣 本多家族的这个加文 就满血的时候受到那伤害就很低 然后那一点点伤害能靠双刀的吸血 又很快又可以回回来 这是个良性循环 这种组合就是专制瘫刀癌 专制瘫刀癌 而且你不至于血量少的时候会被秒 先引过来把这个轮入道赶 轮入道和任何敌人组合到一起都非常烦人 因为它本身就够烦了 没有办法稳定输出 不能保持输出 只能等它这一个 这个倒地这个间隙才好输出 要不然它本身血又厚 这个水属性的精华要不得了 看有没有好的 这有一个卧槽 548几 拿大斧的 正好我因为要练书远度 我还需要一个好点的大斧 双刀打大斧还是很好打的 因为招式很容易躲掉 躲掉之后就给它打消它的精力 看这个斧头怎么样 好像后来看来还是个挺不错的斧头 不错 对攻击力反应5一加 这个是一个属于伤害爆高型的那种 它本身这个5G补阵就是5 然后自带 然后自带的这个又有一个属性5的加成 如果再配一个这个黑武士的那个套装 然后又一层 我看这个伤害肯定会爆高 这就可以很爽 这个大号的吕次郎呢 这个打不出硬直 所以不能直接用水行剑打 打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有的时候比妖鬼还要难打 因为它的伤害比妖鬼还高 攻击有出招岩石 容易这个专门制裁弹刀 哎呀这个忍者 忘了它是忍者的这个妖鬼了 所以这个应该上岸先给它一剑 供电射头先射一下 但这跟它周缠起来就会比较麻烦 先打出一个破脚机会 对它就是属于那种 不要客气 开打打 确实特别烦人 这种忍者的妖鬼真的是很烦人 跳来跳去的就是总是打不着 用这种什么大斧啊什么的 一下一下能打中伤害还好 但是双刀的话就不行 但是你要打精力的话 又老打不中它 这旁边这个楼七口下去呢 就是boss战了 这个boss战呢 难度低了好多 比前面的那些什么 什么十天三成啊 大鼓唧唧啊 导索金啊都简单 因为它是拿大斧的 大斧配打刀 又可以升级 真的二周末这个精华 拿到了好多啊 一会就升级 这个boss呢 是弱水属性 就是水属性容易给它打出buff 然后削减它的这个攻击力 就还很好用 但是对它的伤害不明显 但是呢 既然它弱水属性的话 那擦一个总是没错 哎呦用澡了 我应该装备到快捷栏上去 打这个呢 又不会像打十天三成 十天三成的那个动作太快 节奏太快 就是有时候 你喝药使用道具的机会都少 而且各种远程攻击 打它的话 就是因为是个普通的人型boss 就还好 简单多了 你再次 我太近了 这个是一上来 他就也是进入二阶段 二周目嘛 一上来就进入二阶段 但是二阶段的时候 跟那个导左近一样 暴气之后呢 他的这个精力是不会恢复的 所以你可以多踢 打一下踢脚 但是一定要小心 这种时候 首先他一个霸气 再一个伤害极高 千万不要被打中 但是他的这个招式很好懂 攻击一下 然后踢一脚 然后再一个重杂 有点像 有点像我们这个分神 先给他把水属性砍出来 但终归是大幅 动作慢 我们看被他打的一下 精力挑空 然后一锤子还是很疼的 幸好我们有一些 满血这些的buff 好 我们踢他的精力 我们也打他的精力 好 开始 背后再刺一下 再接一个十字斩 运气好 可以再打倒 再打倒 这样转一下 十字斩 再刺一下 我看 这一套下来 一半多的血 就跟打那个什么的 那个动作是一样 打那个吸锅霜 他注意 他换这个打刀之后 这个打刀的伤害 比他们 他的大幅伤害还高 而且破斩相对要少一些 但是也没有那么难 这种时候呢 他这个是会恢复精力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 不过他依然是这个霸体 幸好他总用上段 出招慢 精力打空了 就是我们的炭 我的回合 还是我的回合 双刀要想输出高 全靠精力打空 然后 居合拔刀十字斩 哦 还拿到个制作书 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对决 他制作书好啊 他这个 大幅专用 特别好用 我认为 双刀 所以我可以抗争为 Lord Nobunaga 谁你抗争为? 那靈魂? 我... 我... 我遇见人们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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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靈魂 那些人 那些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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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抗争为他们 Lord Nobunaga 告诉我 那他会让我 一真正的靈魂 某天 但他死了 之前它有可能 似乎 似乎你 成功了 你自己的 好 我将能带到这个国家 董事 的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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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一 这一样 但 他真的想要重复 他曾經有個性格的 他曾經是個性格的 誰能知道他的真正感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